Nike Hyperdunk 08 我的最爱 我的初恋 回家啦 ヤンキ会长露鞋 Yo what's up 会长ヤンキ 又到了我们的露鞋时间 为你带来对精彩实用的球鞋测评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会长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一双鞋 没有之一 当时发布的时候呢 这双鞋也是历史上最亲的一双篮球鞋 那我们一起就来揭晓今天的嘉宾 我们的Nike Hyperdunk 08 Solar Red 原年配色首选款 Hyperdunk 084早在2008年推出的高水准团队篮球鞋 北京奥运会美国男男几乎全员上脚 再加上NBH明星的号召里这一款球鞋明早一时 2016年更是再次推出了复刻版 将辐射的鞋面换成了3M反光鞋面 并保持了其原年的配置 Nike Hyperdunk 08最初是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制作的 是Nike篮球创新计划的部分 它卷土重来并采取标志的场上风格 使其街头文化服饰得以呈现 并引入了Nike最具创新的两项技术 即Firewire和LUNA泡沫 Hapdunk 08的OG模型采用 Nike专门为北京奥运会开发的一项创新技术 月球泡沫是NASA工程师的帮助下设计的 是一种高不易弹 海绵状且富有弹性的泡沫 并且由于航天飞机的距离由 为了制造LUNA泡沫 Nike将EVA和硝酸岩相胶相结合 便产生了柔软有弹性和响应迅速的泡沫缓 比法LUN还要轻30% 并且具有几乎于L入相当的缓冲感觉 Hapdunk系列产品的鼻鼠刚好赶上了 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举办时间 这些复古篮球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牌争夺战中 被美国的赎回队声名大噪 也曾在里约奥运会上亮相 Nike Hapdunk 08 Retro充满活力的单色色调 三合一 大胆的卷土重来分别为太阳红 照片蓝 以及福特 Nike Hapdunk 08 Retro的OG配色采用了原版所拥有的突破性技术 与原始模型非常相似 此复古版本是出色的场上表演者 在另一方面其他型号更像是精简版 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产品 总而这一款鞋是会长最最最最喜欢的一款鞋 没有之一 因为会长对它有着非常非常渊远的情节 在会长还是一名初中生的时候 当年的北京奥运会真如火如荼的进行 在当时上初一的会长在某家店里突然就看到了这一双Hapdunk 08 那是初恋的感觉 OMG 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 当时作为一名初中生的会长来说 买不起 所以只能看一看 所谓门当部队这个词是谁发明的 当然会长在经历了十年的努力下 终于成为了一名 还是一名吊死 但真爱还是可以打动白富美的 所以会长便迎娶了这一位 Nike Hapdunk 08 我的最爱 我的初恋回家啦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了这里 记得关注我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下一期想看哪一款鞋 我是会长Yanki带着你入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